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和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 尤其是华尔街都会仔细的阅读这篇文章 甚至有些人会怯笑 有些人会愤怒 有些人会叹气 为什么 零零在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里透露出来 跟习近平同桌吃饭的外国企业的领导人 每个人需要付4万美金 参加整个网宴坐在大厅里是2000 这个我也说到了 4万可不是你掏4万就能坐上那个桌的 为什么 魏灵灵今天透露出来很多的消息 举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著名的半导体公司 叫Bartcom 中文叫博通 是美国纽约的上市公司 他的老板Hogtan 出生在马来西亚 那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亨 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 这一次他就掏了4万美金坐在了习近平的旁边 就在他吃完这顿饭不久 刚刚 中国就批准了博通收购另外一家公司690亿美金的这个 deal 大家看到没 4万美金换690亿 值得你以为这些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傻呀 人家不傻 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更何况 你这里不光是低不低头的问题 而是身家性命 690亿美金 那魏灵灵也在这篇文章里透露出来了更多的信息 在这之前 习近平和拜登这顿饭之前的很多个月 甚至很多年 很多美国公司都试图让自己在世界范围内 巨大无比的这种并购的deal 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因为这种并购 不管是收购方还是被收购方 他们希望并购以后 在全球的业务不受影响 那中国既然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市场 你说哪一个领域能离开中国呢 所以这个并购如果最后通过得到批准的话 一定得得到驻在国相关监管机构的首肯 同意 这个最后并购才能通过 那Balcom 690亿美金 他当然需要中国同意了 在这之前很长时间 中国政府就是不给他答复 就是不给他答复 那管这个事的是谁呢 是中国的市场监督总局 监督总局这个机构 但后来 中国的市场监督总局 就把这话跟Balcom说的特别明白 说我们该审查的都审查了 该搞的这个调查都调完了 现在这个事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了 形式不一样了 谁说了算呢 还有一家要参与一件 就是外交部 就是外交部 大家看到没 我叫布牛吧 介入了具体的商业交易 那这个Balcom就着急了 非常着急 为啥 他们在2022年的5月 就宣布了他们的变购 变购是谁呢 是美国另外一家 企业级软件开发企业 叫Vimware 都宣布了一次了 那这个事情 被耽搁了很多次 一直没有获批 他们着急了 亲自去北京啊 谈然后趁着王毅来美国开会的时候 这个Hoktan他们的CEO 想尽千方百计去跟王毅啊 见了一面 什么时候见的呢 就是在10月底 王毅来美国为习近平与拜登的会面打前站 他来见了一面 在见面当中 Hoktan明确向王毅提出来了 他们这个收购的这个案例 怎么办 王毅啊 没有对这个具体的案例发表评论 而是笼统地对他说啊 中国会继续欢迎万沙投资啊 就这么一句官话套话就回去了啊 但是啊 事实证明啊 当他套了4万美金和习吃完饭以后 他这个deal获批了啊 当然不只是他尝到了甜头 Mastercard万事达卡也进中国了啊 也进中国了啊 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deal 万事达从今能在中国用人民币发信用卡 这两家呀是吃到了甜头 有没有很窝火很不高兴的呢 啊也没有能够参加这次的啊 这个和习主席一块吃饭 多了去了 英特尔啊 英特尔50亿美金想收购以色列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计划 中国到现在就是不批准 所以这个计划啊破产了啊 破产了 那还有很多啊 没有成功的 还有谁很窝火呢 波音啊 波音的大飞机啊 自从他啊 在这个上一次在亚洲马来西亚逝世以后 中国就拒绝再买他的飞机 费了很多的劲 到现在你看 这个啊 始终搞不定中国的deal 中国就是不买波音的飞机 所以波音啊也很着急 也很着急 那么看到美国这些大公司啊 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面对这种情况啊 有个外国企业说的很清楚 他说美国和中国啊 现在可以说都是拿贸易政策武器化 拿着贸易政策来整对方 中国干的也是极其明显 丝毫不假掩饰 什么时候啊 外交部可以在国际大的并购当中 要起作用了 中国就起作用了 而且是市场监督总局明确告诉 这个billcom的啊 你得找王毅啊 你看王毅不相不淡的说了这么几句 后来这个事儿啊就通过了啊 这进一步证明啊 这些外资企业 不管你从事任何行业 航空也好 芯片也好啊 你就算造尿布也好 任何一个事情 在中国都充满了政治 你必须打政治指南牌啊 所以这些老板 你也得懂政治 你也得懂政治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里面也提到 在上海的美资企业的协会 他们的领导人啊 对这两起案例啊 就是一个是这个billcom 一个是万事达 他说这都是单独案例 不能说明中国对外国企业的营商投资环境 更优越了 没有 因为数字不撒谎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盈利 原来都是留在中国市场继续投资 或者在财务上也不做大的变化 因为世界的这种巨无霸击的公司 做账是全球做账 在中国也是它的盈利 它不需要挪这个钱 但现在都匆匆忙忙的把钱挪走 最近资金外流的这个趋势 是极其明显的 外资企业的领导人 CEO们在中国对整个营商环境 这个感觉也是极其暗淡的 纷纷把自己的采购中心 把自己的供应链 把自己甚至的地区的运营的重点 都要转出去 都要转出去 我们节目之前也说过了 像沃尔玛这样的采购中心 也挪到了越南 越南现在是开足马力 24小时不停工 接的都是中国转出来的这个订单 所以这个花街一个公司 一个大老板 而且没有匿名 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现在玩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就是这个战斗里的胡萝卜 我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必须听中国的 否则你这些大的deal 你就是做不成 中国也完全清楚这帮外国人的虚伪 势力贪婪 你不是要这个吗 我就在这拦你一道 看你在政治上是不是和我们走在一起 是不是和我们保持一致 当然这个事情也特别给西主席面子 看到今天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 我才理解为什么西主席在谈话的时候 虽然只字未提经贸问题 只是说希望美国企业做好中美两国友好的使者 你还不提经贸 仍然这帮佳话 这帮华尔街的大亨 齐立鼓掌 你说就这么句话 有啥好齐立鼓掌的 但是他们齐立鼓掌 因为4万美金都花了 到这来还不得把戏演足了 给足了中国面子 所以他们肯定就是这么想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篇文章 其实重点是另外一篇 我给大家讲 这个FT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那真的是百年老店 那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 你们没时间读这些文章 我天天读 我一天花8个小时阅读各种外刊 20中以上 我把这其中最精彩的部分 拿出来跟大家共享 所以也务必邀请大家给节目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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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发财 点赞 保平安 点赞 金融时报登了篇什么呢 大家知道世界上几大会计师收索吧 德勤 毕马威 安永 普华永道 好了 消息来了 德勤旅行事务所和毕马威 他们要求在美国的企业高管 去香港旅游的时候 要用一次性手机 说白了 就是别把你美国的手机带来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有的公司明说 有的不明说 德勤 毕马威就明说了 你得这么干 麦品锡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当然为了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敏感了 在公司内部 他们也不说 为什么去香港 你不能带手机 就是这么要求 你爱听不听 这里面非常有意思 这些企业的大高管 你比如说像KPMG 德勤 那种合伙人级别的 或者部门总裁 副总裁级别的 实际上人家去香港 是可去可不去 那你现在说 不准带美国手机 那出差以后 中间事情多了 不光是公事 还有私事 所以很多这些大公司的 大老板 根据金融日时报说 上面一这么要求 他们就不愿意去香港了 不去了 因为把自己的手机 留在家里 实在是特别不方便 所以人家就不来了 你看这个 这是我前几期节目里 反复强调的 这个 我说这个 人流 物流 信息流 这个资金流 人流最关键 目前 外国企业的高管 不去中国旅游 不去中国经商 不去中国访问 最重要的原因 它就是不方便 就是不方便 那还有做的更过分的 除了不让带手机以外 你像从事航空航天 还有做这个半导体行业的这些美国公司 他们甚至要求你既不准带手机 也不准带电脑 去中国大陆出产 去中国大陆出产 那这里面 除了普遍的 一般意义上的这种 营商环境的不确定 安全的担心以外 我认为现在外资企业 特别是这些大的 这个 审计收索 之所以不这么做 有这么几个 多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第一条原因 就是责任 法律风险太大 为什么 这些人做什么呢 做金融服务 做财富管理 要么就是服务这些 中国香港的这些大公司 到美国上市 这里面 用户的信息 是特别关键的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如果从你这 泄露了这个公司的机密 你要对这些 你的client 负很严重的法律责任 罚款都是轻的 有很多很严重的后果 这个熟悉国际业务 特别是投资金融 这一块法律的朋友 都很清楚 客户信息高于一切 那现在 你带着这些东西 到中国大陆去 面临着多重信息泄漏 甚至被hack的风险 中国大陆的 这个香港的这个黑客 有多厉害 大家都知道吧 那都是军事级的 这个 这个黑客的装备 黑客的技术 你这些人带着手机 带着普通的电脑 谁有八九 会被他们搞死 会被他们把客户资料泄露 那前几天 上海的那个河梅 是吧 做这个 移民中介的 不就被扣了吗 扣了主要原因 就是要他手里的客户名单 那对去香港的这些 国际投行 这些会计事务所的高管来讲 他们手里的那些客户 那更是比 河梅的客户 很尽量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也是中方特别想要的资料 那在这方面 中方在很多情况下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我们看到外媒的很多报道 除了hack 黑客以外 还有就是趁你 不在酒店的房间 直接进去搜的 这种情况多得去了 以前媒体也报道过 很多跨国公司的报馆 到中国旅行 出去开会 有事提前回来 拿个东西 你看好吗 屋里三五个人 真的翻了 你跟他们说话 他们也不理你 看你回来了 他们就离开 这种情况 那是极其的耸人听闻的 另外 中方对此 也是戒身恐惧 他们也吃过大亏 你比如说 像这个 孟晚舟案 孟晚舟案 为什么在香港 也是因为香港爆出来 那就是因为 孟晚舟跟汇丰银行 做PPT的时候 她的资料里面 她的相关的 讲述里面 透露了 华为在伊朗 通过 艾蜀套公司 怎么继续支持伊朗 绕过了美国的 金融制裁 这些信息当然很重要 但问题的关键是 拿到以后 汇丰把孟晚舟给举报了 他怎么举报的 汇丰怎么拿到了这个信息 是通过什么渠道传送的 这些 你说中国的国安 香港的国安 能不重视吗 当然重视了 所以 防范与未然 类似的是像 外国 这个金融机构 特别是快捷师事务所 掌握这种核心机密的 这些公司 他们手里有中国 关键公司 关键领域 关键个人的 什么信息 这绝对是他们需要知道的 所以你只要进了香港 只要进了大陆 你的这个 你就等于裸奔 又等于裸奔 所有的信息 都在他们掌控之内 没掌控的 要千方百计 要搞到手才行 但还有一条原因 我认为 也是和现在的 这个法律环境 就是香港 越来越大陆化 它慢慢的 可能跟中国的 什么石家双 郑州 太远差不多了 因为啥 大家知道吗 前不久 中国的法律修改了 除了刑事 刑法以外的条款 民法的 经济的 纠纷的 中国大陆的法律 适用于香港 适用于香港 那就是 你在中国大陆 有任何问题 原来台湾是你的避风港 香港是你的避风港 现在不是了 香港同样是在 社会主义铁拳的掌控之下 这一点 香港特首李家超 刚刚又确认了 他这个月在香港 搞了一个三百多人 参加的一个 一个大会 都是外国企业的高管 李家超在会上 公开讲 说香港跟其他 这个国际城市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 伟大的一国两制 你看 他这么说 我听着 都有这个恫吓的味道 那国际资本 国际资本家 听着 当然是这个害怕了 原来 这样的话 加上这个法律条款的公布 更让他这些人 在这个 香港做生意 搞金融投资 原来的 保险套没了 原来的没了 你现在 就是 时时刻刻都有 换上艾滋 换上 各种乱七八糟病的 这种风险 你不想换 也得让你换 所以现在 整个香港 整个中国 对外商投资 这个环境 实在是差到了 不能差差的 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 这个真的是 不能说海外这帮家伙 就处心积虑 要中国垮掉 不是啊 人家连个手机 带去都不放心 那这种担心哪来的 是美国人 他们担心的吗 不是吧 是中国人 他们担心的 另外 新加坡 躺赢 每次新加坡都躺赢 战中的时候 反修理 这个运动的时候 一打票人 把钱转到了 这个 转到了这个新加坡 第二波 前段时间 这个国家安全法 在香港实施的时候 又有一大波人去 大家知道吗 从上个月开始 大量的资金 又奔往新加坡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刚才说的 这个 两岸的法律 经济上打通了 香港和大陆打通了 打通以后 你这个钱 在香港就不安全了 所以原来在新加坡 没有业务的公司 香港公司 现在也纷纷 设一个holding company 一个 设立一个控股公司 在新加坡 然后开张号 把钱转好 或者至少在法律途径上 一旦发生不测 能够 能够这个 确保 资金的安全 和人员的安全 所以新加坡每次 不是人家有多聪明 而是 就凭着两个字 法治 不管怎么着 新加坡有法治保障 法律说了算 这种情况下 是让人最放心 国际资本 最欢迎的一种做法 他们最怕的 就是不可确定性 最怕的 就是颠三倒四 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最怕的 就是把一些法律 以外的因素 强加到 他们的商业地位里面 那这样的话 你 谁也不敢 做大笔的投资 做持续的这个投入 所以你看 这个花街日报 这篇文章也好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也好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所有这些当事人 什么Botcom 什么 这个币马威 这个英特尔 所有的公司都不接受采访 拒绝制评 花街日报还把传真问题 发到了中国中美市馆 中美市馆 给了他一个答复 说你去看我们当天晚上 这个习主席的演讲就行了 或者你去看我们关于 批准这些外商进入中国的 市场的相关的声明就可以了 对具体案例不予置评 但是现在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中国 左手拿着胡萝卜 右手拿着政治牌 武将起来 无所批底 没有人能够挡住 所以我们看看 华尔街这帮大公司 这帮资本家们 现在沉浮在社会主义的铁拳之下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场景 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 一个图景 当然这种情况 能延续多久 会不会持续下去 咱们也会继续观察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您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